如果你在路上捡到了一颗大钻石,这颗钻石价值上亿,你是否会将它据为己有? 有人说三颗拉以下的钻石都是碎钻,而山东的一个姑娘却捡到了一颗158颗拉的巨钻,并将它上交给了国家,她就是魏正芳。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孩,1977年12月21时,21岁的魏正芳,偷往常一样在队里的小姐妹们一起在田间劳作。 到了收工的时间,众人们也都收拾着锄头准备回家,而一边的魏正芳在干完自己所分配的工作时,突然发现远边的地头上还有一片茅草没有收拾。 魏正芳也没想多少,提制锄头就过去,准备将那儿收拾干净,结果刚拎起锄头除了两下,就挖出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头。 在夕阳的映射下,石头还泛着异样的光泽,虽然魏正芳没上过几天学,但还是知道这是一块钻石。 从地质学上来讲,林树县位于断裂带上。 1668年,这里就曾经发生过8.5级大地震,地下岩浆层断裂,导致大量的金刚石被冲到了地表。 所以林树县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金刚石产地,而魏正芳捡到的这一块,显然是万里挑一的极品钻石。 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紧张过,赶紧跑回了家,并把钻石交给了父亲。 然而父亲在拿到钻石之后,既是激动又害怕,因为他还记得40年前发生在距离长陵不远处的一件事情。 1937年,距离长云不远的罗家墨同村,有一个老人在地里干活的时候,捡到了一块巨大的金刚石。 这块钻石的重量达到了281.25克拉,是我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钻石,因为是金鸡岭发现,所以这颗钻石取名为金鸡钻石。 头乡有个做皮货生意的老板,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,立马提出自己可以用40亩地两头牛再加一辆车和老头进行交换。 但是罗老汉并没有答应,并将钻石藏了起来。 1938年,南都庄有两个人投靠了日本鬼子,有了日本人作为依靠,这两个人也是在村子里耀武扬威,无恶不作。 在得知罗老汉家里有颗大钻石之后,就将他抓了起来,逼他将钻石交出来。 罗老汉的家人为了救人只能照做,然而没想到,这两个人在拿到钻石之后,非但没有放了罗老汉,反而将他杀害。 更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这个消息,将罗老汉的家人也全杀了,一个活口也没有留下来。 这件事情做得人神共愤,村民们气不过,于是就将这件事情举报给了警察局局长,局长立即下令,派人将二人捉拿。 在拿到钻石之后,就将这两个汉奸灭口。 不久日本人带着一队人马来到了村子,并把局长请到了林一城之后,再也没有见过局长,这誓死是活也没人知道。 而那颗钻石的下落也不知所踪。 有人说这颗钻石被人带去了日本,老师历历在目,一家人听着父亲讲的这个故事,也是面露宁色。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颗钻石是福还是货,他们总觉得这块钻石有些烫手。 于是魏爸爸就让儿子将这块钻石藏起来,不准向外界透露任何的消息,但是很快这个消息还是被传出来。 最先得到消息的就是附近803矿上的领导。 领导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,又将消息报告给了地委书记。 地委书记在了解到事情经过之后,非常重视,立即让人前往魏正方家里。 一是为了将钻石保护起来,二是为了保护魏正方一家人的安全,防止钻石被有心人偷去。 三是要做好魏正方一家人的思想工作,让他们尽量把钻石上交给国家。 当天晚上相关的领导人就带着人来到了魏正方家里。 刚开始的时候,魏爸爸并不相信这些人的身份,表示自己并没有见过什么钻石那些,只不过是谣言,自己闺女儿捡到的只不过是块马牙石而已。 然而领导早就料到了这种事情,笑着表示,究竟是钻石还是马牙石? 让一起来的技术员做一下见顶就知道了,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,魏爸爸终于相信了来人的身份。 但是此时,这颗钻石已经被大儿子拿了去,于是就让魏正方去找他大哥将钻石拿回来。 然而过了许久之后,魏正方去空手而归,原来他去了大哥家里,但是大哥表示已经将钻石给了二哥,等去了二哥家里,二哥又说把钻石给了三哥。 就这样一家一家的走下去,始终没有找到钻石的下落。 这个时候领导们也是起了疑心,怀疑是魏正方一家人不想把钻石交出来,所以才找了这么个借口。 于是就派人去魏正方几个哥哥家里做思想工作。 但是在经过一番调查后,领导们发现魏正方并没有说谎,原来哥儿几个因为担心钻石被人泄露,所以才有了几家轮流保管钻石这个想法。 这样也不容易被外人摸清钻石的底细,一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,钻石终于到了领导们这里。 经过技术人员的鉴定,这颗钻石重达158.7869克,是一颗罕见的天然大钻,价值至少上亿。 大家要知道,当时可是1977年,在农村连个万元户都很难找上那位家,更不要收拾上亿了。 县里的领导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,也闻讯赶了过来,想要把钻石带走,然而魏正方的大哥却表示,这颗钻石是属于他们家的,要留着当传家宝。 此话一出,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大哥身上,但是魏爸爸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还是决定将钻石交给国家。 毕竟自从闺女儿将这颗钻石带回家,全家人就没睡过一天好觉,倒不如直接将这块钻石交给主席。 就这样为爸爸带着女儿踏上了上京的道路,公社还派了几个带枪的青年,亲自护送。 科院的研究员对钻石做了进一步的鉴定,发现它不仅体积大,成色也是极好的。 1978年1月3日,通过新闻联播的报道,全世界都知道了魏正方进京献保的消息。 而这颗钻石也被主席命名为长林钻石,当时这件事情也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 毕竟这颗钻石按照克拉来讲,算是亚洲第一,世界第二,市场价值不低于10亿元。 后来国家为了表扬魏正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,想要给她一些奖励。 然后这个时候魏正方想了半天,只表示队里现在缺一台拖拉机。 这个农村姑娘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也没想,没有想到为自己谋福利,也没有想自己那个贫苦的家庭。 她想的是自己的大队,国家立马就答应了她的这个要求。 1978年1月7日,县里给魏正方举办了一场庆功会,奖励了她3000块钱的奖金,并给魏正方办理了农转非户口,还解决了工作问题。 魏正方将这些奖金全部交给了父母,自己一分钱也没留下。 魏正方也因为这件事情成为了大名人。 很多媒体记者也是蜂拥而至,希望魏正方可以再讲述一下自己捡到钻石,以及上交给国家这一系列的过程。 毕竟魏正方一天学业没上过,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说。 每次都是工作人员写好了演讲稿,再一句一句读给她听,魏正方再一句一句地背下来。 有时魏正方一天要接受30多个记者的采访,被搞得心力交瘁。 时间一久,魏正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件展览品,像是一个提线木偶。 那时魏正方有了一个谈了8年的男朋友,李洪轩,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 当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,李洪轩觉得魏正方现在已经成了名人,他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魏正方。 再加上不想耽误魏正方的前程,就主动提出了分手。 魏正方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,他也能体会到爱人的心情。 于是就表示,不管自己有多么大的名气或者荣耀,都还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做人不能忘本。 之后魏正方就和李洪轩结婚了。 结婚之后魏正方就当起了一名见识工人,因为干活认真,为人和善,很快就被提拔成了工会的副主席。 生活也渐渐趋于平静。 然而1980年魏正方却患上了乳腺癌,花了很多的钱,用了五年的时间才治好病。 因为治病,家里也是入不敷出,而丈夫有一次在坐公交车时,还被小偷偷去了全部积蓄,无疑是雪上加霜。 尽管魏正方并不埋怨丈夫,但丈夫由于过于自责,再加上生活的压力,丈夫竟然精神失常。 为了给丈夫治病,魏正方也欠下了很多的外债,带着丈夫辗转各地进行治疗。 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,丈夫的病情很快就得到了好转。 一家人经过努力,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现在魏正方依旧是个普通的妇女,儿孙满堂,幸福又知足。 有很多人会替魏正方改到不值,如果当初没有将那块钻石上交,那么魏正方也不用过得这么辛苦。 但是魏正方却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后悔将钻石上交给国家,因为那块钻石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,一家人平平安安才是最可贵的。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?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